宋世仁拱全冷冷道,学生只是不明白,这位范贤范公子为何上了公堂之上,却依旧昂然而立,不行礼不下拜,如此品行,难怪昨夜做出那等凶残之事。 范贤看了这位壮实一眼,好奇问道,上公堂要下跪? 他在丹州天天读书,熟知庆国律法,当然明白其中关节,这一问却是故意的。 自然,难道你赶不进朝廷威严? 宋世仁皱眉看着对方,其实今天这场官司,他是极不愿打的,毕竟站在对面的是范家,是那个不险山不露水,但实际上许多人都畏惧对方力量的范家。 但是没办法,他已经在上书这条道上走得太远,已经无法回头,所以根本不可能拒绝。 范贤呵呵一笑说道,那宋先生为何不跪? 宋世仁眯着眼睛看着这个少年,猜测对方究竟真是一个草包,还是说在半猪吃老虎,刻板说道,某有功名在身,见唐官不贵,这是朝廷定力。 范贤向福尹梅指礼一拱手道,学生见过老师,不知学生要不要贵。 宋世仁一听这称呼,便知道对方肯定有功名在身,只是先前尚书府中查过,这位叫范贤的,明显没有参加过院士,怎么会是个秀才? 他一拍手中折扇问道,敢问范公子,你是何年入院士的? 范贤礼貌回答道,前年的淡州府市,这些其实是他在入京之前,范贤就派人安排妥当的事情,不过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。 直到今天要打官司,才明白自己原来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有了个秀才的身份。 跪于不贵之事就此作罢,唐上诉讼正式开始。 双方在主题上绕了几圈,讲述了各自意见,郭宝坤一口咬定,昨天打伤自己的就是范贤还有范府的几个护卫, 而郑托却坚持范公子昨天一夜都待在范府里,有诸多下人作证。 交锋渐起,京都府外看热闹的百姓们议论之声也渐渐起来,倒是相信范贤的人多些,总觉得这样漂亮柔弱的公子哥。 怎么也不可能是下毒手的人,而那坐在轮椅上的郭公子被打成那样? 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人。 眉指里看着下方吵个不停,心头生艳,挥挥手让众人停了。 敢问大人,凶徒此时就站在公堂之上,大人为何不速速拿下? 宋世仁先声夺人。 他心想这状纸上写得清楚得很,福尹大人却半天不发话,说不定早就决定偏袒范府,所以赶紧逼了上去。 郑托微微一笑,宋先生这嘴未免也快了些。 郭公子昨夜遭袭,据案状上写着是被人用麻袋套住头颅,然后遭遇此等惨事,既然被打之前已经被套住了头,又怎么能看见行凶者的面目,又怎么能断定是范公子所为? 自然是听见了范公子的声音,而且范公子自己当时就承认了,难道这个时候又准备不认? 宋世仁嘲讽意味十足,看着范贤。 男子大丈夫,难道这点担当也没有? 范贤自然知道对方是在击自己,脸上却是一片平静,还有些愕然,似乎是不怎么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无攀自己。 郑托的声音又及时地响了起来,耻笑意味十足,声音。 本人经言庆律法律,还从未听说过有乃春案子是靠声音定了罪的。 宋世仁也不着急,缓缓说道,若声音不足以证明范公子身份,那我请诸位看一首诗。 说完这话,他从袖中取出一张纸,然后缓缓念了出来。 坐在唐岸后面的梅纸李正有些走神,忽然听着这首诗,却是精神一震,说道, 好诗好诗,不知是何人所作。 说完这话,他才想起来,这时候是在公堂上,而不是在书房中,眼前也不是诗会,而是审案,咳了两声,让宋世仁把诗递了上来。 他细细看了一遍,愈发觉得这诗地作者才起先不谈,单说炼子功夫,已是天下少见的漂亮。 好奇问宋世仁,这诗是何人所作,又与本案有何关联? 宋世仁恭敬应道,这诗乃是昨日范贤范公子在靖郡王府诗会所作,而昨夜范公子拦截对郭公子痛下独守时,也曾经念过这几句诗,并且言明就是要让郭公子如何如何。 梅之里大吃一惊,看着堂上那个满脸诚恳名利笑容的年轻人,万万想不到范府的这位居然能写出如此诗来, 在听着宋世仁后面说的,更是纳闷头痛,心想你打人就打吧,偏还要引手诗,这种争勇斗狠的场所,又岂是讲风雅的地方。 这下可好,被对方揪住把柄了。 梅之里此人,资历不浅,但能够在京都府尹这个关键位置上做了这么多年, 关键还是靠他的那手霍西尼的功夫,京都藏龙卧虎,豪贵云集,如果只是一昧公正清明, 是断断然做不长久的,想当初他入宫之时,郭公公曾经传了他四字真言,息事宁忍, 梅之里从此之后,就谨守这四字,果然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好几年。 所以对于今天这案子,他依然保持这个态度,自己不会做出任何决断, 就看梁府自己私下的谈判好了。 实在不行,将暗宗拖上几日,往刑部一地了事。 既然是霍西尼,那段断然不能让案子在自己的府上变成铁案, 所以他有些担心地妄想犯贤和挣脱。 挣脱当年曾经在梅之里牙中当过一段时间的。 的师爷,自然知道这位老东家担心什么,呵呵一笑说道, 真是荒唐可笑,想那诗会之上,才子云集,人多嘴杂。 范公子这首诗一处惊艳,自然有人抄了出去, 旁人知道这首诗也不稀奇,更关键处。 他冷冷看了宋世人一眼,激笑道,难道范公子换了诗心风? 下午才做了这首诗,夜里就会跑去打人,而且一边打一边吟诗。 且不说那种场面太滑稽可笑,只说明摆着说明自己是谁,傻子才会这么笨吧。 这明显是,有人与郭公子有仇,又知道范公子与郭公子前些日子在酒楼上的局域, 所以才刻意误询郭公子,以为行凶的是范公子。 几句公子公子下来,倒也说得有理。 只是一旁微笑默然站着的范贤听见他说,傻子才会这么笨,不由尴尬地咳了两声。 而坐在轮椅上的郭宝坤早已忍不住,痛骂道,休想巧思狡辩。 这个私生子仗着范府权势,根本不将王法看在眼里,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 听见私生子三字,挣脱地脸一下就阴沉下来,深深觉得少爷将对方奏到轮椅上是个很英明的举动。 冷冷说道,郭公子身为宫中编转,还是注意下自己的言辞。 虽然知道您是心中有气,但这气也不能乱发,毕竟您是太子晋人,伤了宫中体面就不好了。 这话一是赐郭宝坤,二来也是暗暗点名,如果论起权势来,范府是无论如何也急不上身为太子晋人的郭家,郭宝坤前面的那方话自然是站不住脚的。 果然,乍外百姓议论纷纷,已经有更多的人相信范贤是无辜的。 范贤脸上没有什么表情,内心却是对郑拓十分佩服,自己昨夜安排的一些事情都被郑拓利用上了,并没有什么遗漏。 说来奇怪,宋世仁这个壮师倒不像郭宝坤那般着急,他微笑说道,福尹大人,我家公子受了伤,可否先行下去休息? 梅之里点了点头,让牙抑带着下人将由自愤怒不已的郭宝坤领到后面去了。 这时候,宋世仁才转过身来,对着范贤与郑拓行了一礼,说道,如此说来,范公子是不肯承认打人之事了。 不知为何,郭宝坤离开之后,他的脸上神采就显得张扬了许多,似乎觉得马上才会是真正的战场。 郑拓和范贤同时一笑,没有说话,开玩笑,牛栏街那么黑,一无人证,二无物证,你拿什么证明是我们打的人。 而且壮旨上说得清楚,郭府的家丁护卫都被迷要弄昏,如果你再让他们来作证打人者范贤也,也没有人会相信。 就连梅纸里也是皱了皱眉,将宋世仁换到前面,低声说道,今天就先这样吧。 宋世仁却是一拱手,皱眉道,郭公子堂堂编钻,当街被打,这是何等大事,岂能草草结案。 梅纸里一怒,说道,本官何曾说过结案?只是押后再审,你郭家只说被打,总要拿出打人的证据来。 自古刑不上大夫,就算范贤不是秀才,估计京都府衙也不可能对他用刑,所以要让范府自己开口,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不料宋世仁回过身来问道,范公子昨夜一直都在府中。 郑托应道,郑氏,何府下人可以作证。 宋世仁冷笑道,传人正上来,没指理这才知道还有变数,点点头,便有郭府的人带了一把人上了堂, 这些人打扮服饰各异,职业也不一样,有卖汤圆的,有打羹的,有在街口等生意的教夫,甚至还有一个暗昌,不易而足。 郑托微微皱眉,感觉有些不妙,旁观的人群却是好奇道,这是做什么? 郑托微微微桃汎 郑托微微oms 郑托微微